3月25日,天王周杰伦在上海出席了某饮品品牌代言活动。 在剧服屏幕梦幻般的动画变更下,周杰伦突然身着银色奇异礼服,端坐在一架钢琴前,双手强有力地敲击出铿锵有力的旋律,引起现场大批粉丝的尖叫。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周董在随后的记者会上透露自己在5月的时候会发行自己的新专辑,6月的时候则准备开一场演唱会,而电影拍摄则不在今年的计划之中,明年才会继续拍摄电影。 对于自己今天的奇异造型,杰伦坦言其实只有在演唱会上才敢穿成这样,而平时走在大街上敢于这么穿着的 也只有Lady Gaga了,而自己的新专辑里的音乐,周董坦言会加入一些电子的元素在内,尝试一些新的变化。 我觉得那个女生,女生比较适合这样子,比较电子的感觉,我觉得她还很难,其实在,比如说我校生夸张,其实我的老是小朋友,我只是敢在演唱会这样子,平常走在路上只有Lady Gaga了,然后我觉得,这次的曲弓其实会加一点电子的东西在里面,你先听一下那台词电子,电子那种不缺,那我对电子会尝试一下。 对,对,对,对。